我们台南机场有两个航班 一个是台南飞香港 一个是台南飞大阪 因为今天这个配合总公司的决策 我们取消了台南到大阪的航班 香港的航班是正常执行的 也是转型会期 那今天影响的旅客有多少 目前我们今天算是出国的尾声了 所以台南大阪的定位旅客只有17位 受影响的旅客就只有17位 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发送了简讯 以及电子标准的客人 所以我们已经帮旅客 迁转到我们台北出发的CI158 下午1点25分的航班去了 所以我们旅客都已经接收到这样的讯息 也就是没有到几十块 都我们已经安排到台北出发 如果说旅客希望能够退票的话 我们也会协助办理的办理手续 也已经办理结束了 我们会准时一起 那后续有没有什么阴影的措施 后续我们的航班是正常的 接下来明天后天我们的航班 也是香港航班 都应该会是正常的运作 早就会等待 我们一起用个忙的 Wochenende hija 这个生活中的业踊 还有我们这次在这一顿 对我们的工作中移民 我们在 ход内部 我们在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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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